《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191章 41路人馬 上次說到在個暮面蒙語車上 突然間那個用網蛇用劍的人 用劍頂著黃金銅 黃金銅慢慢舉起雙手然後就說 《不要動啊!大家都不要動! 我還未生兒子呢?凡事好商量啊!》 我對那個用大網蛇來掃劍的人就說 《你想做什麼?不想讓我們走啊? 要將我們交給魏慶州立功嗎? 還是想拿走我們的命啊?》 那個人就很生氣地說 《我不想殺你們啊!也不想把你們交給魏慶州 我只是想和你們一起走而已》 聽到之後我長長地嘆一口氣然後就說 《哦!我以為是什麼事?快點上車!快點上車吧! 把黃金銅拉上去吧!》 那個人就很警惕地說 《我將他拉上來也可以!但他要做我的人子 直到去到安全的地方!》 另外我做一個條件 《金雪齋,你一定要把解五倉法式單的方給我!現在就要啊!》 《金雪齋現在都跟我們一起,眼見他沒有退路了! 那就唯有跟我們一起走了!》 當下他咬咬咬咬,拿出紙和筆寫了兩下 然後將那條方小心翼翼遞遞過去 那個人看了一下就問了 《你不會騙我的吧?》 《你,你再放了我,敢得了嗎?》 那個人吹了頭,很兇死地哼 《哼,你不要跟我玩東西啊!你過來吧!》 金雪齋又很小心地走過去 用身子慢慢去頂黃金銅,慢慢地把他逼開了 他將自己的頸子捱到那把劍上 那個人將他拉上雨車,用劍死死頂著他的後心 坐在車廂內 我們繼續在下面斬鐵桑,斬掉一條之後 就上去兩個人壓住 等大家都上了車之後 就剩下我和林慕蟬在下面 林慕蟬一邊套車完一邊就叫了 《你快點上去吧!我們快點走啊!還等什麼啊?》 我指著雨車給林慕蟬看看 那部雨車已經被車上那麼多人壓在地上 不再飄浮了 張雪望在我之前還有一個上去的 他上去之前,那部車還開始沿浮 後來慢慢墜地 這部雨車的浮力有限,看樣子已經超重了 我知道林慕蟬可以背人飛行的 而且對飛行影響不大 但這部滅亡雨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人小的情況下,這部車是可以自己飄浮的 車內有控制浮力的羽毛桿 雖然我們不懂得用,但裡面有四個雨毛桿 肯定有一個是控制飄浮的 人多超重的時候,雨毛桿也無法調節 即是開到最大了 雨車就不像機翼那樣的東西 不會因為切割氣流而產生浮力 沉在地上之後,林慕蟬即在空中吊著雨車走 那也就是說,在飛行的時候那個車廂是傾斜的 一旦開不緊的話,很容易整個躺下來 林慕蟬不懂飛的,矮裡面當然明白 那部雨車的飛行後會是怎樣的 他帶著原套爬上雨車一看 整部車最安全的位置已經被用網蛇套劍的人押住了 林慕蟬即時很生氣,對那個人說 我告訴你,如果你想順利走的話 就想這個地方讓給我男朋友 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把金樹齋殺了 我們不走了,就在這裡等死 你看著辦吧 那個人見到林慕蟬發脾氣 可能身裏也在想著,見好就收了 只要可以走,然後順利解了五創法式丹的毒 這樣就行了,沒必要和這個小妹在鬥氣 所以她馬上就說 啊,行行行,坐在哪裡都不要緊 照出到鎖無礁就行了 一邊說,一邊移了下個位置 移到莊蟬望的身邊 林慕蟬就對著我說 你還等什麼啊? 我看到她心急,馬上上車廂 兩隻手臂抱著欄杆 變天蝦號被我裝在白獸廊裡 山蟲子的身形比較大 用棚牙死死咬著一條肝 草鳳流一開始,在張蟲毛的腳底下盤著 一直在想著,如何坐才能更穩固 因為貓爪和人手不一樣 爬樹就行了,但拿著圓的東西很吃力 見山蟲子用棚牙咬著肝,她就說 還是狗的方法好,我也試試看 說完之後,她和山蟲子並牌咬著肝 她一說話,把那個用網蛇套徑的人嚇了一跳 林慕蟬的圓套後,把神龍古簾向帳頂上去 神龍古簾明白,簾刀頭畫開了大帳頂 林慕蟬藍色的翼震了一下,騰空而起 在帳篷外捉著古簾直上雲霄 與我想像的一樣,我們是打洞地飛出去的 出大帳的一刻震得很厲害,差點把張蟲毛整個震下來 幸好黃金銅迫著她 出了帳篷向西飛之後,情況省微好一點 滅蒙雨車乘45度角打斜飛 但張蟲毛連腦看藥,坐在裡面握著欄杆很吃力 老龍團那群人在沙地上大呼小叫 危慶州這時候還沒有回復元氣,所以沒有做任何反應 鎖鵝礁很小,一會兒就飛出島界 孟淑天看到,下面停著的瓊皮花船 她忍不住大哭 哎呀,我連我這輩子的產業沒有了 我的船沒有了 我跟她說,你放心,以後我們肯定可以拿回來的 等老龍團把你的船弄好,我們再過來拿吧 我知道,這次可行走得掉,不是因為我們的實力有多厲害 而是老天爺幫助我們,令我可以偷襲成功 如果走錯了任何一步,後果都不堪設想 飛出島外面之後,氣流有變化 海上的氣流和海裡的小島上空氣流不一樣 海裡的小島,白天在日光照耀之下會急速升溫,是風優 去到晚上,氣溫就會急速下降,是風盆 所以,飛出島邊緣那一刻,面蒙雨車震了一下 那條網蛇口裡的劍向前送了一下 剛好刺中了,接著開肩膀 接著開肩膀很痛,大喊了一聲 回頭看一看那個人,那個人就說了 噢,是因為剛才的車震了,不是有心刺你 小小傷,你不用害怕 金雪莎就說了 現在都飛上天了,你還不可以收了把劍? 難道我還可以走了? 你剛才就說震了一下,刺了我一下 一會兒震得比較重要,你不就刺死我? 誰撐得順呢? 畢竟,我們兩個都試過在老龍團裡面 現在一起走路,連這小小最起碼的信任你都沒有? 張雪莎就在後面幫口 是啊,都飛到上天了,誰還可以走到呢? 快點收了把劍吧 我看你這個人都不錯啊 都不像是那些不講義氣的人 你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就回答了 我叫廖洪文 師父是舊時候江湖掛字門耍青白蛇的 專門演網蛇套劍 張雪莎就說 啊,知道知道 江湖青白蛇,青蛇套劍,白蛇落到 你們賣藝是假的 其實是職業殺手,是嗎? 廖洪文都應他說 是啊 張雪莎又問 那你在老龍團裡面 是不是屬於那些十六海賜之一啊? 廖洪文又說 不是,十六海賜出門執行任務了 追責那些年底不離開會的叛徒 今天不在島上 我跟金雪莎這次可以走得掉 都可以說是拼大命的了 以後主要就要提防那個十六海賜 他們個個都是頂尖高手來的 張雪莎又說 不要緊啦 跟著我們上山啊 十六海賜打不進去的 我見到你這個小子 氣與軒昂 我也挺喜歡的 我在旁邊聽到就很奇怪了 張雪莎做什麼呢? 他不跟大家商量一下 就貿貿然領這個廖洪文上山 風險太大了 他跟金雪莎不同啊 畢竟我們跟金雪莎合作過一次 又經歷了這場屍殺之根之底 接著又聽到張雪莎說 對了 伙計呀 收藏把劍吧 再這樣的話 我們就好見外的了 廖洪文看到張雪莎說話 好像很光明磊落一樣 他有點不好意思了 於是叫條網蛇把劍吞進肚裡 張雪莎用一隻手在雨車旁邊敲了一下 自己和人之間半蹲了 向車下面看了下去 看了眼後 他大叫了一聲 哎呀糟了 車底下面有人啊 黃金彤打赤眼一看 又跟著叫 對呀 真是有人啊 廖洪文一聽他也很害怕 驚醒在下面 真是躲在伏兵追殺老龍團的叛徒 他站在身上扶著車旁向下看了一下 炸躲的時候 張雪莎抬著腳對著他的屁股踢過去 然後大叫了一聲 下去啦 結果張廖洪文踢到向前跌了一下 但卻沒有把他踢到車下面 這是因為張雪莎的腳底下沒有支撐 力度不大 黃金彤看到這樣在旁邊補了一腳 廖洪文尖叫著跌到車下面 不過人就下去了 手還抬著車邊 黃金彤這時候騰出一隻手 輕輕掀開廖洪文的手指頭 然後我們聽到有一把聲大聲喊 你們這些小人 我不會放過你們的 那些喊聲從近邊緣 廖洪文從雨傘上跌到大海 黃金彤就笑著說 哈哈 還敢拿把劍來威脅我? 當我們留嗎? 劉向文看到這樣就很生氣了 你們幹什麼這樣? 既然救了別人出來 為什麼要把人推進海裡? 張雪莎說 我坐在最後面 隨時都會跌下去 他不跌下去 車子是打斜的 我又抓不住 整晚都沒睡到 那些手指頭都麻了 你當我是你們這些年輕人嗎? 再說吧 江湖嘛 是這樣的 在海裡 大把是那些 被你那隻吞吐獸吹過來的團兵 不欠他一個了 現在來的島游不遠 他游回去 沒有人懷疑他的 想離開老龍團 等我們下次再來都不遲 年輕人做事 用什麼這麼心急 那些 又不是急著回家娶老婆 劉向文聽到之後就不再出聲了 廖洪文掉下去之後 雨傘慢慢與林武善平衡 林武善飛行之中 看到廖洪文掉下海 知道不是自己人來的 所以他也沒有停車 他也明白黃金銅和張雪莎是做什麼的 他們是江湖佬油條 騙廖洪文不就是跟阿家上的獸仔 拿糖葫蘆一樣這麼簡單 所以林武善很煩黃金銅 黃金銅和張雪莎說謊打配合 根本不需要演練 一個眼神就知道了 所以張雪莎經常都會稱讚這個高徒 他們兩師徒真的很默契 李阿莫嚇到金雪齋了 他用力抱緊條肝 不夠膽看到車下 他真的很害怕黃金銅和張雪莎再把他踢下去 雨傘平衡後速度明顯加快了很多 林武善拉車也拉得舒服了很多 我們坐在車內也很舒服 因為車內全部都是一些很柔軟的羽毛 不用再打射身 用力揽緊欄杆 當時明月西沉 浮在碧波經濤之上 有一類青雲摩梭掩影 海面上閃著點點月光 就像銀輪一樣 林武善拉著雨傘向月亮飛過海 我們感覺就像自身童話世界一樣 黃金銅開口問我 黃德陸 回去有什麼打算 我咬牙齒地說 我打算用掃把 將林武善打一頓 黃金銅就說 對,不是問你那些管教女人的事 我是說 老龍團絕對不會就這樣算 一定會找上門 我們不如先不要上山上 直接去找蔣宏山 聯盟對抗老龍團 劉夏曼聽到之後就大聲喊 不可能的,我是不會去見蔣宏山的 你們就無所謂 蔣宏山一見到我 肯定會殺死我 他說話的時候 臉色紅了一下 接著改口說 可能殺我 都是最輕手的了 在我們討論的時候 文藥山打電話過來 我看了一下 當時的時間是凌晨三點了 我接通電話之後 文藥山在電話那邊大聲叫 糟了,糟了,黃德駱你搞哪一科 我一個小時之內 接了四十一通電話 都是要過來傳票的 明天有四十一路人馬 要來殺殺你,黃德駱 整個暗沙門 差不多全部出動了